11月8号 凝聚新力量 祝梦新时代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研讨会 即学习贯彻中共19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3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汇聚一堂 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与新社会阶层人士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交流探讨 美图公司创始人兼CEO吴新鸿表示 从2001年创业一史到如今 短短不到20年 中国互联网创业环境已位列全球前茅 移动应用也逐渐在世界营运风潮 美图旗下美颜相机的国际版 在日本 韩国 东南亚等地 成为自拍美颜类APP中的人气网 2001年的时候互联网基础设施还不太成熟 但人也不好找 18年后的一个今天 我觉得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无论是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包括现在正在普及的5剧 我们可以在这个技术上进行二次的开发 导演刘江的电视剧作品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不少亚非国家走红 他对产品走出去有相似体会 随着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 我们的文艺作品就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了 而且对世界产生影响越来越大 就是我拍那个《媳妇的美好时代》 到今天为止 他还在非洲啊 在中东啊 在热播 10年前这个《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国内火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到10年后 他居然影响了地球另外一端的人们的文化生活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高景彬提到 1979年中国的律师制度恢复重建 比时律师寥寥数人 如今全国律师已超过40万 他说律师行业的发展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密不可分 也是依法治国的体现之一 当时可能北京刚恢复的时候 就几十名律师或者很少的 那么现在整个北京市的律师呢 是将近4万名 3万多 4万 有2700多个律师事务所 我觉得还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国家治理 为现代化来服务 在你的职业中体现到公平正义 体现到这个法治的重要性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因为你需要人家的来客户端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最后新闻网客户端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